而针对这起事件您怎么看呢 学生为了争取助理劳动权 是拿着鸡蛋在教育部官员的头上直接捏碎 这起事件发生之后是引发了正反两面的意见 有人觉得学生争取权益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也有人觉得学生太没有家教了 而事隔一天之后 教育部前又来了一批抗议团体 不过这次的主角是换成了教师 那么只不过是前一天的抗争也许是太过激进了 今天的警力戒备也比以往来得多 冲突 抗争 叫嚣 这是7月4号大学生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劳动权益 前进教育部的场景 只是接下来的画面绝对让您很难忘 可以在日本人吗 一颗蛋就这么往教育部官员头上淋 政大研究生这个动作引发正反效应 适合一天重回教育部抗议的场景不变 主角换成了老师 虽然抗争主角换了人 但经过昨天的激情警方不敢大意 教育部官员身边出动层层警力 害怕遭受突击 有老师在大学里面教了20年 他教了20年 他的整个人生就在大学里面当兼课老师 他教了20年 你们居然还告诉我说 你们还在演你 也不能完全怪学生啦 就是到底教育部是用什么方式来回应这个学生 以至于学生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不会一开始我就打定主意 你无论说什么 你无论如何善意 我一定要把这颗蛋丢到你身上去 不会的 那你一定是在那个互动当中 你就是这种回应方式 是让对方让学生非常的愤怒嘛 时代在变 争取权益固然合理 不管结果如何 但又用到这样的方式 学习冲击蛋 学习冲击蛋 换给教育部 换给教育部 虽然教育部目前战不提高 但尊重对方或许才能平等思考 诉求也不会因此失了交 欢迎订阅你之朋友金周台北参访报道